肩膀 胸 下船 一推 推 接 雪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 今天我想说大陆网友 最多人问我的 就是 PUT UP JUMPER 即是急停跳射的教学片 经过上次 HOLD TIME EOS STEP 大家自己回去有没有做到 其实上次在做EOS STEP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技巧 你必须要学的 就是长运球 什么叫长运球呢 看着 我们运球其实有三个阶段 一 向下 是人都知道 2 彈上来 是人都知道 3 停盾 他会中间 在这个同一个level 停 再跌下来 大家都知道 但是 没有什么人 有很多人 运球运不到的原因 就是 你没有第三个阶段 就是什么呢 一彈上来 就要接他 一彈上来 一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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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怪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 有很多动作限制了你 记住 我们有三个阶段 等他下来的时候 你才拍球 你拍球第一 不用那么大力 第二 你很容易控制到 那个球 在同一个level 你看到 你记住 你运球 一定要控制在同一个level 上面 就是我不用看着他 但是我每一下的力量 都是这样 Lazy Lazy 即是很懒洋洋 很自由的 没有限制的 跌的时候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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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秀座元的Sian Williamson 工作大學的Dude 你看他的瞬間移動能力就很誇張 因為他在這裏可以跳入樓 跳過你也可以 Michael Jordan可以在空中移動 例如Westbrook一聲不見了一個人 這些瞬間移動能力 我們這個瞬間移動能力 其實亦都等於爆炸力 但是瞬間移動能力是包括你的技術 可以這樣說 你如果在這個位置平時比賽 我做一個Fake假動作 然後拍一下球射 你會拍到哪裏 你有沒有想想 例如拍完等於沒有拍的 很多人都 就是因為那個球你沒有第三個階段 如果你有第三個階段 或者這樣說如果你的運球 有一個長運球 你可以怎樣呢 例如Fake我一推 我已經在這裏射球這裡 在這裏射球裡 已經在這裏射球了 已經在這裏射球了 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一个技巧,长运球 推,我们记住运球的时候,我们用的力不是手腕力 很多人用了手腕拍球 不是用手腕,千万不要用手腕,手腕是不足够的 我们不是用手腕拍球,手腕的力量太小了 我们是用肩膀和胸向地上推 向地上推,记住,我们是加个弹地给自己的 推,是不是?要step 上次说的那个,你要向地上推,推完的时候,它会自己弹上来的 好,我们稍后会示范这个长运球,转针鞋 不过现在,我们先请了两位帮手,CM和阿豪出来 对了,帮我收拾球 镜头一转,又请了CM和阿豪出来 好了,上次豪时间又不进,输了场球,有什么感想? 没感想,算了,下次进 OK,今天再给你射一下,OK 首先说了一个长运球 对一个防守有什么很厉害呢?看着 如果我拼起,泡球射,基本上呢,你见到呢,防守都会黏住你 你很难射到那个球 你可以加什么呢?例如,小的step back OK,可以,都没问题的 继续,再step back with damn time 对不对?就是Paul George在前面 pou,bam 哎呀,炒了 好? 对不对? 对不对? Game time OK 你可以side step去射球 但是,如果你,正常,在一个动作 我fake,对不对? 我fake,我退 我多了一个 距离后 你看到你更多变化 包括你一样可以加 step back 又或者 一摺 推 shoot 哎呀 炒了 一样可以这样去 shoot 好了 我们先看一看 怎样去做一个one dribble 记住 在右几里 记住 我们是用肩膀和胸 推出去 记住可以有三个阶段运球 向下向上停顿 跌下来 其实在这个阶段 你能追回那个球 不要觉得他立刻走了 记住 你如果用手腕 那个球是不弹上来的 但是如果你用肩膀 肩膀 那球是会在空中停的 再加上你可以用你的手指 下篩 那球会再停得更加稳定些 我们可以加入下船 那球会停的 即使是怎样呢 看着 肩膀 胸 下船 一推 推 接 出 到推 你就可以不舒服 到偶尔 到乔特 2 1 2 3 5 2 1 1 阿猴示范 我Catch Fake 爬一下 Shoot OK Good 好 做得好 再来一球 Catch Grip ball 你真是Damn Time Damn 搞错 搞错时间 不是利拉特时间 OK 好 现在到CM 你可以再真一点 CM 可以再真一点 OK Bug Bug 好 Bug 好啦 也是不够真的 记住,Ké Lé Fé都是演员,要用心去做 刚刚有两类型步法示范了 CM的步法是我们传统的步法 One Two Stop 阿豪的步法,因为我之前也教过 他会比较,不是叫身形 我们会是一个单脚跳完摺的射球 两类型的步法 好了,第一,先讲传统步法 刚刚CM示范的步法就是 推,推,一,二,跳起成 最传统的,有什么好呢? 你的动作,One Two Step,你会快的 推,推,一,二,Hoot,快的 动作很快,很快速的 但是,你的动作很难很长的 因为当你一个远距离 冲到很狠的时候,一,二,跳 对你的膝头和脚腕的要求就大了 旧式的那些呢,会是这样的 推,左脚指着的宽 Inside foot,我们内脚 即是靠近宽那边的那只脚 指着的宽,然后右脚踏 跟着跳,你脚腕呢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要承受 你想想,当你冲痕 还要这样咬的时候呢 你其实都差不多逼自己咬柴 我小时候做都是很痛的一件事 尤其身重,体重重的 很难做到这个动作 所以呢,射手 尤其我们从小到大的射手 你都要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很轻身,轻飘飘 像是什么呢? Mirror 即是当年牙刷苏米娜 Jordan 帕斌 那类型轻飘飘型 身体不重的人呢 阿豪啊 这些呢,就可以做了一些 1-2-stop停 因为你乘10个压力没有那么重 你都容易很多 从小到大我们都学这个步法 好了 在现在 上年2017年10月打后 其实国际南协已经改了走步的例 在你一个行进中的混球里面接的第一步 是零 跟着呢 就是 去看看 好,就因為這條例的衍生之後,一些新的技術就開始有了,例如哈頓,随之下重心上重心,彈跳,這些新的步法你都會走出來的了 我們在這個新例之下,其實有一個動作就是,急停跳射,步法改良得最多的就是這一個,我們在衝緊的時候,我們不用再咬停自己了,我們可以變成單腳跳一下,零,一,射,明白,再看一次的示範,我們就算我衝到很癢,推,我向上跳一步,射, 向上,射力,明白嗎? 向上,射力,你對你的腳的負擔就差很遠了,第一,你不用衝過去坐低停,哇,這一下壓到你腳,你知道有多痛嗎? 我常常都觉得很痛,因为我身重 但现在呢,我不用球会更加清晰 拍起来,接球那时跳 再调整,当你在很高速之下 你单脚向上跳射力呢 你这个人是会稳定很多的 例如刚刚我说的,长温球 OK,推,抽起跳一跳,射力,然后射球 你这个人,第一,你的脚的负担少了 第二,在我们冲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重心?下重心 当你拿起的球的时候,你要把重心抽起才能射到球 这个时候,我们跳,抽 看着,你手的动作有这一下 OK,抽,抽起这个动作去射球 明白吗?再看一次 接,推,抽,抽,射力 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简单射力 将你一个体重冲到很痕的时候,向上打弹射力 下地,再两只脚跳 整个动作,你的负担减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一条例 step 0 这一条例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这个 保护到球员 又是示范的时间 我今天先去CM 这个就是我们诚意做的了 因为这个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脚腕 这些随意做什么都可以 我诚意做的 OK 试试,第一 你用 1 2 1 2 step 去射 咬住自己的脚 然后射球 我加个球给你 看着 拨 不,1 2 step 1 2射 这下你一跳就射了一下力 记住,很简单 做了不能回头了 这一步 真的不能回头 ready 拨 对,good 看着 你见CM明明跑的时候快点 最后那一刻都收慢了 因为他不敢压 你不可以在很高速之下压停自己 不够胆就试一下豪示范 给点胆 1 2 试一下在很高速之下压停自己 对 对 这些随意 就做到了 但是听到 我也不知道你听到收音 我听到砰砰的声音 记住 每一个砰 都是伤你筋骨的 好了 现在到CM示范了 试一下 就是推完之后 变回抽起 单脚射力 变回一个上重心射球 对,good 做得熟 好 试一下快点 试一下尽你的速度 因为这个动作是可以在很高速之下做的 好 ok OK 虽然撞到板,用不了手腕,用了手指 但是你看到呢,在那个速度下,他轻轻一跳,射了大部分的力 高速之下,用你最快的速度,做一球,我们先给他做多一次一个高速的1-2-step 不要紧要,再来个,不要紧要,你变了punch and drop 对了,不敢快是不是 不敢敢快啊,可不可以再快点啊 推,追,1-2-step 哇,很痛啊 痛不痛,还没痛啊 有点痛啊 哇,OK,有点痛,OK 好了,接着,轻轻,我们记住,接球那一下,单脚向上跳,射力 快点行不行,这次不痛是吧 再来啦,球 好,好,好 两套动作,流心,我说了这些,我们先看后面那部分的步骤,两个示范都是不错的, 你见一下后第二下,明显是轻伸了,也都提速快的, 但是两个都有同一个问题,走步,看着, 推, swing, turn, 你的球还没落地,这只脚离地,你走步的,你不是在动作里面没有step力,你停下了, 你一个movement,dribble的movement,你就有零,你站定是没有零的,站定了嘛, fake,记住,你一定要手大动脚,明白,手大动脚,跳,然后去射球,明白,再看多次,记住,你一定要的是手大动脚,明白,fake swing, fake swing,手大动脚,跳,射力,射球, 明白吗? 不明白,你一定 hairdo,当时,是跌不双头, 会随便 antes的时候,真的就 Wargill, 可行,想起吃 antes的时候, 敌身后,写下夺 остören, 最后你可以怎么练习呢,其实你大家都懂的 就是step back的步法 只不过你不要向后跳 OK,跳一下 再看一次,拍拍,冲,跳一下 这样去射力,你的步法和射球更加稳定 再看一次 踹哪只脚,没所谓的,不一定是inside foot outside那只都可以 都可以的 你变了再少了限制 你跳完之后,空中调整重心 用跳上去的地方射力 你的筋骨,你承受的力量,你就更加少 你就更稳定,打完球没那么痛 明不明,传统有传统的好 短,快,高速 2Motion加fair away 好 好有用 但是现在的年代不同了 我们打的是什么 三分,冲进去 急停, step back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篮球 所以衍生的技术一定有差别 我并不是挑战传统动作 我以前从小到大都学 one two step 都是inside footing 都是咬柴咬大的 但是现在 篮球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规例也不同了 是不是应该有些新技术 令自己打得更容易 更好 更稳定 又不受伤呢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讲的Pull Up Jumper 不要说新的步法 一个新例下 衍生出来的一个 我认为保护到球员的步法 我也是那句 因为我自己 两只脚断了人体 其实所有的伤环 大部分篮球员 会受到的伤环 脱脚断骨 裂骨 手指 即是手指 我试过咬九十度 那只脚插穿出来都试过 很恐怖 是不是 如果可以呢 我觉得 你学一些新的 令自己 起码打完球 第二天没那么痛 脚会没那么痛 是不是 好像我今天 打了这么久 用尽自己身体了 我以前是一个 一些传统的动作 但是 教练未必有考虑过 如何保护到你身体的动作 在那个情况下训练 我训练了这么多年 好了 到今时今日 我是根莫言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是要热身五分钟 我才开始走得到 即是我不想你们有 这样的情况出现 这个步法 可能会有不少人说我走步 但是 大家 请 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走步新例 2017年十月 我们差不多两年了 2017年十月 打后已经改了来 行进中 step 0 收波 step 0 1 2 再看多次 收波 0 1 2 不是走三步 他照是计step 0 不是1 2 3 是记住 是0 1 2 再看清楚 看住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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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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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0 0 1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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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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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